我记得您提过,您这现在是纵横家,师宋三百,初始四方,受命而不受辞,这叫纵横家。 最明显的是当时代表的是鬼谷子,还有他四个徒弟,孙命、庞涓、苏勤、张仪。 然后我发现,其实这个纵横家有一个特点,就是他可能不论对错,只论立场,是这个意思吗? 不能跟中国战国时代简单比,中国的战国是有一个明显的天下观的。 这个天下就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一个天下。 今天中国中文家就是战略研究者嘛,自己国家利益绝大化。 我想我本质上是个爱国主义者,是吧,我热爱这个国家,热爱中国, 我觉得啊,自我感觉我做这一切是为这个国家好嘛。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搞的这个,你这个理念,你这个活动导致国家结底了, 那你就罪了。 大家可以看到像那个阿富汗啊,伊拉克啊,利比亚啊,叙利亚啊, 那国家没了,实际上是对老百姓最,最大的随害,对不对? 那个,我不知道有些知识问者为什么老沉迷于北洋军阀。 甚至我看网上讲,中国最好的近代是北洋时代,对不对? 说这个话呢,既冷血啊,又愚蠢啊。 那个时候老百姓真是生不,大部分老百姓都生不无死啊。 就少数达官贵人,他才可以过得花天酒地嘛, 那个养几个老婆的那样一个,那个境界。 他不知道他要生活在那个时代,他十有八九年。